仔细看这个后裔 他可不是一般的后裔 他干了一件不是人的事 小乔过来打他 他反手一箭 5192的暴击 把他咔嚓 接着他就待在这里不动了 后面大鱼来了 他两箭又把大鱼给宰了 我的天哪 接下来他又发动了他的大招 反手一箭 打到敌人节 一个葡萄攻击 三连决胜了 后面钟无焰过来找他 他两箭过去 4072的暴击 钟无焰也没了 我的天哪 我想不通 兄弟们 我想不通 为什么后裔会有这么高的伤害 我在正常的对局之中 我从来没有见过后裔 能有这么高的伤害过 实话给你们说了 这是粉丝给我发过来的视频 他让我看这个视频 还问我这样的后裔 我学还是不学 我一听这话 我一看这个视频 看了之后我就感觉 我以前玩的后裔那是白玩的 与此同时我也在想 如果这样的后裔是真的 这样的伤害能在正视局打得出来 那我后裔上个王者 岂不是轻轻松松吗 兄弟们 于是我就和我的粉丝学了起来 他说呀 能有这么高的伤害 就是因为 后裔有了这套出装 我一看他说的这么邪乎 我马上备战好了 出装和敏玩 开启了一局比赛 刚刚开局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套装备有点意思 当时我直接来到线上 看见鲁班七号 我们两个就对射了起来 正当鲁班想跑的时候 我方的牛魔一下就冲进了敌方的防御塔之内 我在这边放着二一技能 直接拿下第一地区 这时候我还感觉这伤害挺正常的 直到后面来到了中期 我就感觉这个伤害有点不对劲了 当时我在蓝buff区域 碰见了鲁弹还有大鱼 我一个二技能打鲁弹 他一个闪现跑了 我呢也没有客气 对着后面的鱼就开始了攻击 这时候鲁弹已经跑得远远的 那我就放心拿下大鱼 随后攻击鲁班七号 拿下鲁班七号之后 后面孙悟空又过来了 两棒子敲了过来 我连忙开启二技能 然后几个普通攻击 令我没想到的是 猴子竟然被我打没了 他竟然没有切得掉啊 接着我一个大招又定住了 按其拉再来个二技能 两发普通攻击 这比赛该刚刚四分钟 我的伤害又不对劲了 兄弟们 就怎么都变得这么高呢 我的天哪 正当我在想 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对面的人员又复活出来了 一出来就把我给包围了 我呢也没有客气 先来一个二技能 然后几发普通攻击 打掉大鱼之后 拼钢卤蛋把卤蛋带走 我一看安吉拉来了 一个大招先把他定住 猴子也过来了 也被我几个普通攻击拿下 我的天哪 比赛才五分钟啊 兄弟们 16个人走了 中期这一套 出装和明文的伤害 真的是超级高 两三发普通攻击 安吉拉就没了 硬扛着他的大招 他也打不过我呀 如果后期 这个伤害能保持下来的话 那就厉害了 后面我又去网了上路 当时我已经被包围了 现在比赛也到达了后期 下猴盾打我 我根本就没理他 一个大招发了过去 直接把安吉拉给他先咔嚓 随后下来几个普通攻击 再把下猴盾拿下 此时大鱼又回来了 他开大招免控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几发普通攻击把他拿下 回头我又看见了鲁班七号 人头被抢了 没有关系 后面孙悟空又来了 我直接对他两发普通攻击 四连抄牌 我的天哪